针对通勤族关心的9026国道客运路线问题 谢果良市长说 在市府持续争取与立委蔡世英的协助下 成功争取到上下班尖峰时段的班次 都维持原路线行驶 并进入南港转运站 保障通勤族的权益 我们现在9026跟各位媒体朋友 通勤族朋友报告 我们现在在上班尖峰时间 我们协调的结果 我们是会维持原来的路线 不会做任何的更动 这个不会做任何的更动 包括不会进入到汐止市区的四个站 而且终点站会停在南港车站 这个部分在上班尖峰的时间 是确定通勤族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在离峰时间 因为我们也在跟业者协调 也感谢蔡世英委员办公室 也在积极协调当中 那离峰的时间路线上 会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这个部分我会让交通处 正式的来公布内容 那可以很确定的就是 据我的理解以及协调的结果 我们在尖峰的时间 通勤族的朋友通勤的路线 是不会进入到汐止市中心的那四个站 一站一站去停 然后最后只停到南港展览馆站 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在通勤上班的那个尖峰时间 我们的通勤方法 通勤路线将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我相信我们现在做到路线 都在上班尖峰时间没有任何调整 对通勤族的权益影响 我们希望控制到最小 总是就是上班的尖峰之间 我们想办法全力把它守住 不要多花通勤族的一些时间 谢国良说 感谢各单位的支持与帮忙 让尖峰时段的9026 能维持原路线行驶 为通勤族守住了权益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